我都愿意去消化成白洞的旋律 我可以是真的 你说的我都会相信 喧嚣的生活需要音乐洗涤不安的灵魂 现在的人们结婚可是越来越注重才艺表演这块了 但轮到这婚礼这块恐怕没点才艺的都不敢结婚 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致机婚礼现场 粉红色的回忆我是听了不少 但要说婚礼现场搞得像开业典礼一样的还是头一次进 近些年来复古风越来越流行 一对新人也把婚礼搞成了复古风 新郎一身中山服新娘也是一身复古的婚服 还在婚礼上演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带动了全场的气氛 这复古的感觉真的让全场惊艳了 谁在这边走走过去又想想你 呀是呀是不能告诉你 万一出我闹到心里我愿生气你 多甜甜多甜甜的忘记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进 不能忘记你思想你还是你 浪漫的心情还有浪漫的愿意 给我一个等候的回忆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现在真是高手在民间 新娘唱起这首歌往后余生缓缓向新郎走去 真是一副唯美的画面 唱功还很不错 不少人表示这对新人是在KTG认识的吧 当新人在婚礼现场演唱起来 那感人的声音真的让人催泪 开口贵的嗓音太迷人了 本以为新郎就唱得够好了 谁知道新娘一开口就是王者啊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静听也是你 融化是你 心平温柔是你 不管错事 也是你 这一副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婚礼上不仅新郎新娘在秀才艺 伴郎团和伴娘团也是安耐不住要大秀割头了 都说没点才艺的都不敢结婚 这就有位新娘直接在婚礼现场和两位闺蜜大秀拳击 怪不得现场没有看到新郎和伴郎团的身影 这不会是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吧